老支球队欲望成为CBA新赛季最大的黑马,李秋平与刘维辉回归的上海南篮,还是走上正会的南京同西,再或者是完成大换写的青岛南篮,都不是,到目前为止最被秋迷寄予希望的就是广州龙狮,为啥? 他们在这个夏天同样进行了换写,首先是球队的管理层进行了更换,随之而来就是球队的变动,上赛季带领广州龙狮队时,首次打进季后赛的主帅崔半军离队,取而代之的是有着CBA最大牌教练之称的虎安,上赛季的铁血内线汉斯布鲁离开,来了有着CBA最大牌来源之冲的斯贝茨, 另外广州龙狮狮还用贩子民交易,得到了包括新热力将在内的四名球员,可是季前赛结束之后,他们却让所有人都失望了,特别是今天他们竟然输给了全华班的天津南篮,作为CBA长年的云南球队,上赛季他们立志,要早见CBA的季后赛,为此他们请到了信息成为中国南篮主教练的崔万军指教。 在崔万军的带领下,广州龙狮在上赛季成为一匹黑马,最终获得了季后赛的资格,很多球迷都期待崔万军可以继续打造这支球队,然而在这个夏天,他们却出人意料的与崔万军分手。 据了解双方分手主要的原因还是理念,有分歧,因为崔万军想要打造一支年轻有平坚的球队,这与原先球队的管理层也达成一致,不过广州龙狮高层的更换,并且改变了球队的规划。 随后他们决定不与崔万军续约,而就在同时,广州龙狮已经与上赛季,在吉林南篮执教的胡安取得了联系。 虽然上赛季在吉林南篮执教并不成功,但是胡安毕竟顶着CBA最大牌主教练的头衔,当初他曾经执教西班牙南篮,手下的弟子包括了加索尔兄弟等黄金一代,在邀请了胡安执教之后,广州龙狮又出人意料,将贩子明交易到了新疆南篮,从新疆南篮得到了西热利加等四名球员,原本广州龙狮还想更换小来源。 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与CBA的单打王福格许约,随后他们做出了一笔轰动CBA乃至NBA的签约,他们与曾经勇士队的夺冠攻城斯贝斯签约,对此很多球迷都认为广州龙狮是新赛季的目标已经不只是季后赛,甚至可以去冲击一下总决赛了。 在这个夏天,他们分别赌得了超级8,以及非常12两线亚洲篮球联赛的冠军。 可是到了CBA季前赛,广州龙狮有些原型毕露了,按道理来说虎安作为欧洲教练,还是交货西班牙男男,广州龙狮应该是团队打法。 可是看看现在的广州龙狮,几乎是看不到任何团队配合。 首先小白元符合在上赛季就已经证明了他的确可以得分,但他是真不传球。 这个赛季符合因为获得了续约,相比上赛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赛中他几乎不传球,而顶着CBA新赛季最大排外人头衔的斯贝斯更是让人失望。 比赛中这位内线球员几乎都是在外线疯狂出手,而除了投篮之外,斯贝斯没有任何优势,最关键的是因为交易走了范子明。 目前广州龙狮内线非常空虚,只有正准勉强支撑内线,如果说在季前赛中输给了新疆男男以及班外人的山西男男还有情可原的话, 那么今天输给全华班的天津男男就真的说不过去了,就目前广州龙时的情况来说,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 那么开赛之后他们非常有可能遭遇裂摆,那样的话顶着CBA新赛季最大排主帅头衔的胡安以及最大排外人的斯贝斯恐怕要一起走人了。 谢谢大家。